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古迹的议题 讲到古迹 第一个问题你会想到什么 我相信在座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 会想到这三个字被自然 第二个问题 大家知道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最近的古迹在哪里吗 答案是我们的桃园忠烈祠 你们知道忠烈祠这个名字 在忠烈祠里面有一栋非常重要的建筑物 它其实是日治时期的神社吗 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 可以自己在上网去找找他们的故事 一张文字或知识都是珍贵的 不容易取得的 所以如果一张写有字的纸 不能再使用的时候呢 必须要用比较尊敬的方式把它烧掉 而不能随随便便地丢在地上 这跟我们现在可以用脸书发文 是非常难想象的一种气氛 那右下角的建筑是我们桃园还蛮有名的举人李藤芳的古厕 左下角的建筑这一栋阳楼 大家应该可以从它的建筑形式稍微推测一下 这样子带有一点装饰的建筑物 比较有可能会出现在热闹的地方 那这个热闹的地方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大溪老街 这些建筑物你认出几栋呢 相信应该不多 那这几栋建筑物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文化现象 因为它被盖在地面上 但其实呢还有一些些珍贵的文化现象 是长得不一样的 这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桃片 它被创造的历史大概是早于文字被发明之前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台湾四五百年前 甚至于两三千年前 或两三万年前在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就必须要借由这些从地底下 被挖出来的史前文物去做研究 才能回答以前土地上 曾经住过什么样子的人 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在生活 这是台中马子浦的考古遗址现场 那这些人他们正在进行考古 刚刚上一张图片的那些桃片 就是从这样的地底下被挖出来的 那当然他们还会挖出一些像是石器 的特殊造型的石器 那这些特殊造型的石器呢 很可能都是当时的史前人类 拿来作为工具使用的 那偶尔也会发现一些动物的骨头 那么透过这一些线索的拼凑 我们就可以知道 原来两三千年前的人类就有 吃什么样子的动物 甚至会捕鱼 再往南边走一下 我们来屏东看看 这是屏东来意乡的二丰郡 这个水郡从它新建落成到现在 仍然被使用 已经有90年的历史了 透过这个二丰郡的照片 其实可以理清一个观念 古迹或老建物 它的意义不是只跟历史系有关 或是跟人文科系有关 事实上它对于工程 理工科也息息相关 譬如说现在的人 其实可以透过当时的人 新建这个水郡的技术 去反省 我们如何可以使用一种 比较不破坏生态的方式 譬如说盖水坝 可以利用自然的方式 去取得稳定的水源 那刚刚讲的这些类型呢 其实都是在地面上 要不然就是埋藏在地底下 基本上它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比较不能被随便移动 那还有一些文化现象 它是抽象的 可以不特定的发生在 不特定的地点 譬如说我们可能比较 常看到的一种类型是民俗活动 我们的庙会 这是台北小海城隍庙 迎城隍的活动 在桃园我们有类似的民俗活动 譬如说是我们足为浮海宫的祭典 还有一种抽象的文化现象是 传统知识与实践 在这个类别里面呢 像是我们大西木雕 或是我们一些 修庙的简年 泥塑 甚至于我们原住民的传统歌谣 都在这个类别里面 都是值得被珍惜的现象 那刚刚林林总总讲了这么多 都是已经受到国家的政策 跟法令保障的文化资产 那文化资产的类别有非常多种 我们比较常看到的 其实就是骨积 那以下我们就以骨积 来讨论一下 如果是受到国家法令保障的骨积 它具体可以获得哪一种协助 这是国定骨积 位在我们台北市北门外面的铁道部 它是日制期盖出来的建筑 它的功能是 就是我们铁道运输的指挥中心 在战后呢 我们的台铁局也一样在这边办公 那到后来呢 才搬出来 于是这栋建筑物就被闲置下来了 闲置下来 其实它有一度是面对 要被拆迁 不只是拆迁而是拆除 但是呢 在有心人士的倡议之下 后来它其实是被保留下来 那这是它比较破旧 没有妥善维护的样子 这张照片是它这几年的样子 在经过了长时间的维修之后呢 我们有机会把它复原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甚至于未来在两三年后 它也有机会开放给一般的人进去参观 但是像这样子可以躲过被拆除的命运 然后呢 还可以获得妥善修复 以及已经开始有计划 让它未来可以开放使用 都是极为少数的幸运案例 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些比较悲伤的故事 这是台北市的中山桥 这是一张它最美丽时期的照片 那透过这张照片你可以发现 这个桥面上其实有一个楼梯 这个楼梯可以让人很轻易的 在走过它的时候呢 就可以下到河岸的旁边 这个中山桥的位置 其实过去是位于我们原山饭店附近 所以它横跨的这个溪流 是我们通往原山的基隆河 这是一张1990年代的照片 大家找得到中山桥在哪里吗 它是在照片里面比较靠近我们的部分 那透过这张照片你其实可以发现到 跟上一张照片是完全不一样的气氛了 我们可以看到原山饭店盖出来了 然后在中山桥上面有许多 新盖出来的大的桥梁 那交通变得非常的繁忙 然后人要从桥面上进到基隆河畔呢 也变得不再容易 所以这60年的差距 其实物换心仪是让我们去想象 在这个时代变迁的过程中 有什么东西是变好了 变方便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什么东西被牺牲掉了 譬如说人与大自然 人与河流的空间 就变得不再那么的清净 那我们有没有机会 重新再清净水呢 这就是一个可以引领我们思考未来的 很重要的线索 那中山桥现在的样子是什么呢 它被拆掉了 因为某些原因 我们的台北市政府把它拆掉了 但是因为民众非常喜欢这栋桥 所以被拆除后的中山桥 现在是被分解成好几块 然后就停留在基隆河畔 等待我们去回应它 应该找一个地方重建它呢 还是继续把它放在这里 或是干脆丢掉算了 这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课题 那这是一栋位在台北古亭的日式宿舍 以前总督府的高级文官呢 就住在这样子的宿舍里面 它现在也是台北市的市定古迹 可是去年发生了一件事情 它被烧掉了 被烧掉的原因其实有很多种 有可能是因为工地施工不良 不小心引起了火花 然后就把这个木造的建筑物给烧了 再来有可能是因为管理不良 有人在这个工地里面抽烟 所以烧了 再来还有很多原因是不明的 通常是因为它被闲置在那里 然后不晓得为什么它就冒火 然后就烧掉了 那像这样子文化资产 没有办法获得妥善保护的原因呢 其实烧掉只是它的结果 那如果追本溯岩 其实它的原因有非常的多种 第一个原因它可能是因为 政府的政策不重视 比如说 我相信大家不会反对 我们现在主流的发展方向呢 就是希望如果有一块地上面有老房子 就是把它拆掉 然后盖大楼 或者是我们会觉得要发展 带动地方的发展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一些老房子 拆掉然后开大马路让游览车过来 但其实我们比较少去想 如果不是盖大楼 把老房子留下来好好的整修 有没有可能变成一种有序经营的方式 如果我们不是开大马路让游览车进来 而是保有老建物 让这个地方有特色 是不是才可以长期地吸引人来 这些是我们比较不会去思考的面向 那第二个原因是 大家可能会误以为要维护文化资产 不需要花很多的钱 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因为从这张表格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实事上在我们的地方政府主管机关 文化局处的预算 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少的 我们以为一栋文化资产的修复动辄要上千万 但是比起开马路或是新盖大型场馆来讲 那是微乎其微的预算 第三个原因比较重要的是跟你我有关 就是我们根本不觉得 多一栋老房子或少一栋老房子有什么了不起 因为现在被保留下来的一些文化资产 距离我们都太遥远了 我们并不是时时刻刻地感觉到他们的重要性 那这件事情呢就非常非常仰赖 有被保存下来的文化资产 它可以做什么样的活化利用 譬如说如果它只是开餐厅 或是开咖啡店 或是开文创园区 那事实上我们可能天天会吃饭 但不会天天上餐厅 或是它如果变成博物馆 我们可能会天天上网找资料 但是不一定会天天到博物馆 所以有时候文化资产距离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遥远的 所以如何让这些文化资产变得跟大家的生活不再有距离 就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这是国定古籍台北机场 很幸运它也躲过了拆迁的命运被保留下来 大家看到这个照片里面 就是台铁以前修火车的地方 这个照片里面有很多人 看得出来他们在干嘛吗 他们在画画 因为对画画的人来说 这个台北机场里面古老的钢购 非常细密的线条 这件事情是吸引他们的 非常有挑战性的 可以挑战他们如何在三五分钟之间 快速地把它给画下来 这是台北机场里面的花谱 有很多民众他其实不一定那么喜欢听历史故事 但是他觉得来台北机场散步赏花是有趣的 所以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像是居民可以亲近的小公园 所以文化资产被保留下来 不一定只能讲历史故事 它也可以是一个美术教室 或是居民们的公园 甚至它可以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历史教育现场 像这些小朋友 不管是国小的学生 或是国中高中的学生来到台北机场 他们会发现 原来历史不是只是长在课本上面 它可以透过摸 透过闻 甚至于透过操作去理解 原来历史在空间里面 它会表现在建筑上 表现在铁道上 或表现在台北机场里面的大型的机具上面 所以历史可以是有趣的 所以文化资产的保存 其实也非常考验 我们可不可以从小时候就开始扎根 让大家愿意去亲近文化资产 那么这个就有赖 也许我们的课纲里面应该要纳入文化保存的教育 让大家从小就有机会去意识这件事情 另外是今天的活动结束之后 大家其实也可以开始想 在你平常的生活周遭 有哪一些是你常常会经过 但是却忽略文化资产 然后开始想为什么你会忽略它 如果它有被妥善利用的话 你也可以回答 你觉得这样的利用够吗 还是可以再更亲切一点呢 我相信从这一些日常生活周遭的现象 跟古迹开始做你的探索 可以让这个文化资产变得更活泼 那未来也有机会可以推动我们的政策 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那么未来这些文化资产被保存下来呢 希望就不会再只是因为它比较幸运 而是因为我们珍惜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